大家好,我是楚玉茶道 今天我们再谈谈这件战国时期的预设 有这么几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咱们逐一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预设到底它是带在左手还是带在右手的问题 其实在东汉时期 徐胜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摄,摄绝也,注右句子 那么应该来说 古代射箭时应把预设套在右手的拇指上用以勾弦 这不难理解 因为通常情况下 人的右手使用的频率比较高 包括完成一些日常的基本动作 比如写字,发力等 但关键的问题是 这是通常的情况 如果有的人就是习惯用左手发力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看 这个商代出土的预设 它的气身都成筒形 类似于筒形 那么有一身凹槽用来勾弦 那么这种气形它左右手都能用 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明显发现 这个预设的形质发生了变化 它多了一个柄状的凸翼 这个从图片上我们能看到 那根据最基本的人体的原理来说 就不能左右手通用 必须要根据左右手使用的习惯 来相应的改变柄状突一的位置 甚至也可以说制作两个预设 来达到使用的目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关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用拇指勾弦 还是用食指勾弦 我认为这两种都可以 因为我们要知道 古人在预期设计用途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准则 就是必须要符合身体 最基本的使用原理 那我们看 这些图片就是说 不管是用食指 还是用拇指 都可以进行勾弦射箭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判定标准 所以我们看 这个所有古代的器物 尤其是食用器 就一定要食用合理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战国时期的玉器 它的造型 我们总说非常的锋利无比 那这个锋利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一点 最重要的意见 就是线条一定要锋利 也就是说 它的边棱和出尖的地方 大量呈现 90度夹角线的效果 就拿这件器物来说 这个预设有些地方 比如这个竹节的后尾 感觉有凹的曲线 比较圆润 但我们看 它所有的边棱 是非常锋利的 像刃口一样 再比如 这个预设前突的部分 感觉很圆润 但边棱部分 也是一样的锋利 所以呢 战国时期 就是所谓的 我们说这个造型 一定要锋利 并不是不能有 比较圆润的造型 只不过 在所有圆润造型的边棱 一定要锋利 这是两个概念 那么最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 能理解这一点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欣赏 谢谢大家